12月1号新议会表决删除县政府提报 其中南区193线还有花75线两条 总共是9100多万元的灾修道路追加减预算 引发南区乡亲不满 3号下午南区4位先议员召开记者会抗议 请求支持删除预算的15位议员正视南区的交通问题 强力捍卫南区193线与花75线到灾修预算 却在12月1号宪议会审议表决实力的南区宪议员詹金富 中树镇金淑敏与林玉芬 今天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 向南区的乡亲民众表达遗憾与痛心也进一步说明 15个人竟然可以把我们的能力变成一条死亡道路 到最后议算没有过 没有过 我们思维一点 男性的眼睛真的很伤心 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很伤心 所以我对这件事非常重要 很厉害我们有两个医院 如果那个两个医院支持我们的话 这个案子一定通过 他们现在很多人说 我们要举手表示不同 那这样就要删 赢得更多 不是吗 真的是我觉得 因为这样子是法 玩法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 我们开商店都要同手无期 不管我们不会见 我们都要一事同人 在黑道路预算遭删除 引发南区四乡镇乡亲民众一阵哗然 尤其对支持删除预算的15位县议员相当不满 南区三乡镇所会首长 村里长以及民意代表 农会机关也都到场表达愤怒 让我们用我们鬼影原本的路 我们要来亲最外汇的 ε deh of the foot 一条安全违尖的路 加油 加油 南区 加油 昨 LCD 加油 Sont1 reign 3 Sont1? 法理县议会 罔顾南区相亲大众的交通安全命脉 引发重怒 昨天乡亲民众也计划明天到嫌疑会抗议 面对乡亲大众的不满与愤怒 南区出身的四位嫌疑员也与乡亲民众站在同一边 将再继续努力 也希望嫌疑会同仁能正视南区的交通命脉 我在这里呼应 请下一次在省议上的时候 我希望你站在我们南区的立场 一起努力为我们南区争取所有的议算 如果就你议会议事规则来讲 就差你一票我们就过了 你们在哪里 我们真的全部南区的民众 全部都落泪流泪啊 生气 这样的一然结然的把这笔经费删掉 那今天呢我也要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的乡亲 我们这些议员我们已经努力了 那我们南区呢有六个议员 自己看哪两位议员跑掉了 没有支持我们南区 花193县玉璃段以及花75县道 从去年0918强震 以及今年接二连三的台风冲击 路面均略不平 以及道路边波严重坍塌 县政府编列 现议预算总共9100多万元准备进行改善 现议会审议表决删除 南区四位现议员与乡亲民众遗憾统心 记者十一玉蓝玉璃阵采访报道